人气很旺的华阳茶室 有出名的华阳三宝 今天的视频我来分享我的华阳三宝 也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三样 最早知道这间茶室 是朋友强烈推荐他家的蛋挞 那时我在大马一直没找到 自己喜欢的普世蛋挞 就赶紧去尝试了 第一次吃是下午茶时间 我们点了华阳酥皮蛋挞 华阳冰咖啡 咖喱鱼蛋 酥皮蛋挞非常好吃 难怪朋友说虽然知道热量很高 但是还是忍不住 时不时就想吃 蛋挞的外皮酥而薄 内馅非常厚实 蛋香奶香浓郁 很大一个 我吃一个就挺满足的了 华阳冰咖啡我也特别满意 浓郁绵密的泡沫溢出咖啡杯 看着就眼馋 喝一口是我喜欢的南洋咖啡 配比刚刚好 过后又去吃 我还试了海南冰鸳鸯 也特别喜欢 那次感觉一杯不够喝 又加一杯 本来想点华阳冰咖啡的 不小心点成了华阳冰白咖啡 看着店员端上来的咖啡 没了细腻浓密的泡沫 也没了底座的小盘子 我才反应过来 自己点错了 喝了一口 跟华阳冰咖啡 南洋冰鸳鸯差远了 华阳茶室的咖啡种类不少 点单时一定要看清楚啊 咖喱鱼蛋我也挺喜欢的 吃过甜东西 再来一份口味咸辣浓郁的鱼蛋 再合适不过了 后来还试过他家的咖喱拉撒面 炸鸡腿肉椰浆饭 味道就没有我第一次点单的惊喜了 华阳茶室大多开在商场里面 周末出去逛吃个下午茶 来个自己的华阳三宝 是个不错的选项